謝謝市長 習一日的桃園市長鄭文燦 14年挑戰市長成功 成為六都最年輕首長 2018年成功連任票數 打破紀錄政治行情抗漲 8年的市長表現 深受前總統蔡英文信賴 進而進入內閣團隊 我們有一個起死 當時接下行政院副院長回桃園 親自細說簡報內容 鄭文燦因桃園政績而發光 卻因為任內爭議成為標靶 想一次我們告一次 搬出司法捍衛清白 因為被指控協助88會館主賢 郭哲明炒作巴德農地 甚至更改捷運路線謀取圖利 即使當下曾經黑金問題 被點名與IMB主賢曾國偉 關係匪淺 過去鄭文燦在桃園市 當市長的那個歷程 涉及的土地相關的弊案 真的還不少 現在才開始辦第一件 畢竟過去高度監督鄭文燦 從直播手版評的是有證據 而鄭文燦在擔任市長初期 推翻桃園鐵路高價化計畫 讓經費從308億拉高到千億元 而2022年巴德國中羽酬場 因為地震造成天花板倒塌掉落 調查後發現是豆腐渣工程 甚至在卸人前夕被指控台大碩士論文 涉嫌抄襲 鄭文燦過去你跟這個藍綠正通人和 然後跟所有的人是不是介入太深了 地方的利益結構是不是都跟你的夥伴 或是你認識的人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意思是鄭文燦政治手腕高明 不過在富格魁時期 甚至捲入桃色風波 澳門女陪視影片瘋傳鄭文燦矢口否認 緊接著又被爆出竹血理事長任內有欠款 檢調要好好的追查 鄭文燦爭議多莊連環報 璀璨的鄭志祿 似乎也在他57歲生日這一天光環見退 TVBS新聞多莊連環 台北藏不到